沒有聊四季 天梯的龍心 大家好 我是Leyo 接下來看波斯人對上哥德仁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紅獸選擇的文明是波斯人 波斯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他的遊俠被薩瓦爾騎兵給取代 雖然薩瓦爾騎兵比這個遊俠少15滴血 但他的攻擊速度比這個遊俠快0.1 後期波斯人主要是打火槍火砲 還有薩瓦爾騎兵 還有免金工兵作為主力的 波斯人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的前期經濟是非常好的 聖明書會一直非常領先的狀況 所以遇到波斯人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他對農 你基本上是農不贏他的 我們接下來講哥德仁 那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織布技術是可以馬上研發的 所以通常可以看到哥德仁 一開局就有織布技術了 那哥德仁的步兵呢 到了帝王世代有6-5折的優惠 所以到了帝王世代哥德仁的量產步兵速度 是非常快速的 那哥德仁呢在前期的經濟加成 是打這個野豬的時候 還有這個野生動物啊 這個鹿肉啊 可以吃的再更久一點 那他在前期的經濟加成 會再更好一些些 不會像以前 可能哥德仁被弄下前期 然後就爆炸了 就可能玩不了了 那哥德仁的後期 還算是偏有點尷尬 因為他並沒有這個 三級的步兵鎧甲 步兵雖然可以大量 但是並沒有辦法 很好的用這個 算是質量吧 就是他這個部隊的質量去打擾對手 一定要這個數量碾壓對手 所以他電王時代會多死人口 所以哥德仁是最多可以高達210人口的一個文明 那哥德仁後期有火槍火炮 那尊寶時代也可以打下奴賓 那後期呢 還有這個大洛瑪可以用 那他的大洛瑪呢 沒有這個三級瑪凱 所以什麼時候轉大洛瑪 算是蠻看時機跟觀念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時代會怎麼打吧 那哥德仁呢 在近期的比賽裡面 算是中規中矩 並沒有太強的沒有太弱 但他一直有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哥德仁該怎麼玩 那他在以單挑的情況下來說 他還是比較適合去做一個前期開稿 做一個滾雪球的動作 所以會比較適合 就是城堡時代封建時代 盡可能的把這個遊戲時間延長 那只要一撐到帝王時代 哥德仁的勝率 就會稍微上升一些些 要在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的壓制力 並不是像其他文明這麼有主動權的 要你當作特殊的戰術 例如什麼衝車哥德仁 或是運輸 運輸的這個 可以把這個兵運到牆後面的那個叫什麼 哈哈 攻城塔 對 或是攻城塔戰術 有一些比較奇葩的打法 那哥德仁呢 這邊是打一個棒棒開局 之前我們也有討論過 哥德仁這個前期的打法 還有一個就是開局點織布 拉一村 然後去射掉對方的野豬 跟對方的路 去做一個經濟干擾動作 那這一招打新手是非常好用的 那這場比賽呢 算是非常高端 兩邊都是2300分 這就是已經是職業選手等級了 所以這一場哥德並沒有這樣開稿 可是打了一個三棒棒轉裝甲的一個流程 好 這邊裝甲能夠打破進去嗎 看消息困啊 怎麼有一隻裝甲跑去 去勸架 不要再打了 這裡不是練武士啊 OK 看來打不進去 波斯直接一個 不交流 直接自閉起來 你快攻 我不理你 我就NO我的 OK 那我們剛剛開頭講到什麼 波斯絕對不能跟他 跟他 跟他農 是為農輸的 所以 待會哥德人 他有可能會去轉工兵出來 波斯趕快上城堡 時代轉一個山頭 或是3TC 農上去 但 我是覺得3TC農 是沒有未來 所以轉射箭場 趕快給工兵 對方壓力會更好 好 這邊波斯轉的是工兵 哥德人 這邊是轉 轉肉 然後補了一個兵工場 但這邊還在繼續敲 波斯這一村 一直在修理 沒有在採經濟 但聰明差距已經明顯打出來了 33村對32村 而且哥德的織布技術可以瞬間研發 所以聰明術來說 是會通常領先對手一村的 但這邊可以看到兩邊村民是差不多的 就知道波斯的村民 工作效率是有多誇張的 以應該照理來說 你是要輸一村的 結果現在你這邊 還領先對手一村 可能生時代也是慢了一點點的關係 哥德這邊上城堡時代 也要跟對方開農 那哥德這邊的圍法有一個小小的瑕疵喔 不算小瑕疵 算大瑕疵 那應該這邊直接圍到底就好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邊是可以圍死的 那哥德的裝甲步兵還在騷擾 這邊有機會射掉這隻殘血的馬嗎 一滴 沒有射掉 那哥德這邊是升級的品種 那哥德之前喔 有這個DOT啦 或是不知道誰喔 直接選手 玩哥德馬公路線 不知道這場會不會看到哥德馬公喔 欸 靠 怎麼是波斯打馬公 笑死 直接猜錯邊 波斯馬公呢 是可以在城堡時代 研發安協人戰術的 那這個戰術呢 是我們頻道之前一直在講的一個話題喔 波斯人城堡時代可以研發安協人戰術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他可以 壓制對方的長槍兵跟對方的弓兵喔 跟安協人戰術可以增加遠方嘛 而且也可以增加對槍兵的傷害加4點 那如果可以壓制對方槍兵的話 那自己是不是就可以轉出大象進行反擊 即使對方出了生旅也可以馬生馬公 迅速靠近敵方生旅進行反擊跟反制喔 所以波斯帶城堡時代呢 就有這個馬公配大象的打法 那目前為止喔 職業選手們的使用率喔 是比較偏低一點喔 並沒有那麼常看到這個波斯馬公的策略想法喔 那這個來看一下 波斯馬公到底有沒有料 好馬公趕快去靠爆這個房子 但是衝了進去 哥德家裡什麼都沒有 轉出了重裝長槍兵 這裡槍兵實際上非常多 九隻槍兵 那哥德可能以為波斯這邊 在耍自閉應該是要轉大象 結果轉出來的東西 卻不是大象 而是馬公配騎士的打法 畢竟波斯人還是比較偏馬國思維的 好這邊槍兵 直接上去硬貼 收掉非常多的騎兵單位 這邊四隻騎士應該是難討異死了 這隻馬公還在發呆 好收掉殘血的馬公 還在繞 好煩 好但這邊村民已經 也大堆村民在動囉 都在發呆 還在囉 OK剩下三隻騎士 還要控嗎 就是要控 好 右邊這裡又繼續被打村民 好那波斯 現在差不多 可以轉他的大象了 把他四團民挖出來 好趕快點一下 波斯的安息人戰術 那這樣對抗敵方的槍兵喔 就會很好打 好 波斯這邊是 繼續轉馬公 這裡沒空跑 直接被戳光 哎呀 雖然安息人戰術打槍兵有外增傷效果 但是一被貼到還是打不贏對方槍兵的 一定要拉打拉打再拉打 好這邊攔截一下生鯉 生鯉 生鯉招翔 直接被馬公給點掉 好這就是我們說的情況 對方如果是生鯉槍兵的話 安息人戰術 馬公策略就會很好 好那這邊是轉出了輕騎兵喔 有打算要去抓敵方生鯉 好這邊生鯉 招翔到了兩隻馬公 可是安息人戰術打長槍兵速度效率實在太快 直接掉出了長槍兵了 哥德遇到這種情況 一定要轉奴兵或是戰毛兵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哥德要怎麼打 要打馬公嗎 要打哥德位隊嗎 好像可以考慮一下 但我覺得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哥德位隊雖然打工兵單位有外增傷 而且遠防夠高 但是他打馬公的時候 會比較顯得 變得 容易被拉打 所以沒有辦法很好的去反制馬公 但戰毛兵防守效果是比較好的 但確定就是也要生三攻三防 這也是哥德人都有的東西 那我是覺得波斯城堡時代馬公 這件事情 算是 挺微妙的 怨生帝王時代 雖然有重裝馬公 但是裡面有三級色 所以馬公要到帝王時代的延續使用 算是有點堪用 並不是很好拿出主力來用的感覺 還不如拿這個波斯公兵 還不用黃金 省下來支援給戰象或是薩瓦爾 去做轉型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每個人遇到魯文明的打法也都不同 確實打哥德人 轉這個馬公確實有點奇效戰 你看哥德威隊剛出來還不敢往前衝 數量要夠多 一定要有這個 隊友掩護 才有可能打得出 他應有的價值 快德威隊走了過來 速度是 1.15的速度 馬公是1.54 左邊這裡想要維持 斷對方的虛弱 這邊一維加 這邊想要打破一個缺口 但有機會嗎 外面的人已經在堵門口 四級再度堵了起來 哥德人這邊也有機會再繼續堵 但這裡沒有堵一個牆 這邊勝利遭翔 後面的青騎兵加 騎士上前 下方這裡死了非常多的馬公 馬公沒有空 就會遇到這個問題啊 但現在走得進去 就別想出去了 直接變成懵中之鞭 OK 當然破斯這邊臭民宿 來到106村 對上哥的112村 臭民稍微落後一點點 那也是順利點下的帝王斯丹 用了這一坨馬公 讓自己的城堡 在中間的陷入 蓋好了這個城堡 破斯馬公接 接接續打法會是接什麼打呢 那目前看到對方出哥德衛隊 還有槍兵 申旅 那如果現在轉大象的話 說不定 哥德會繼續出申旅嗎 申旅沒有繼續出了 OK 那破斯這裡應該是 要來升帝王時代 轉薩瓦爾吧 可能還是要轉這個 波斯公兵 直接不出 打工了 波斯戰象 OK 看來 波斯帝王時代是要打波斯戰象 波斯戰象現在移動速度非常快 所以要拿來當實戰的單位來說沒有問題 移動速度快 而且打建築物的增傷非常非常多 以前只有加一點點 但現在波斯戰象可以當成工程器來用 沒什麼問題 但資源量沒有辦法點下金銳 波斯都應該是會先點個三房 步兵鎧甲 不是步兵鎧甲 這個奇兵鎧甲 OK 三級馬卡 但是波斯還在出馬功喔 如果波斯要繼續打馬功的話 也要存這個重裝馬功的升級 資源量還是要再等下800弱 波斯戰象暫時不能再按這麼多 好 中間這裡 哥德威隊騷擾猴 村民沒有收到城堡裡 被哥德威隊暴打一波 好 後方那哥德威隊已經被掌握住了動向 一個回頭 看到波斯戰象會有什麼想法呢 看到鬼 趕走 夭壽 怎麼轉出這麼兇狠的單位 OK 波斯戰象以他的CP值來說 我是覺得相對便宜的 當然以他的彈兵體質來看 這個有他的造價優勢了 100多肉 就可以產生這麼多血量的單位 而且還有擁有全身擴散傷害的效果 哥德威隊直接回頭一打 結果自己打到頭破血流 剩下一點點血量 波斯戰象剩62滴還沒有死 沒有死的話 待會還可以用生女寶血量拉起來 哇 太狠了 好 哥德這邊是轉出了 精銳哥德威隊 槍兵部分沒有上級兵啊 我覺得上一下級兵比較好 這個上級兵感覺是在慢性自殺 但這邊 哥德是沒有打算上級兵 而是上這個金罐技術了 緊噴 可以讓軍銀的工作效率提升100% 當然波斯這裡也直接轉出火槍 火槍打哥德威隊效果其實非常優秀 類似想用馬功去掩護劇情頭死機的一個防守 但是完全防不住 波斯戰象過來協防 馬功第一時間是射後方的送中長槍兵 效果非常快 但哥德威隊過來 結果直接被火槍跟戰象直接撵了過去 波斯馬功加戰象 就是這種的無解 怎麼辦 雖然你有緊噴 士氣貫注 但 火槍你怎麼解 你沒有戰矛啊 那哥德呢 那哥德呢 帝王是在有三級射跟三級的攻兵鎧 轉戰毛兵 然後配槍兵 其實是蠻好解 這個搭配組合的 但哥德這邊已經選擇了 劍兵性的升級 沒有夠多的資源 可以去轉租其他的單位來 那只能用槍兵加各位 決意實戰 好 上方的城堡被拆除 正前方的槍兵要衝了嗎 這裡火槍加馬功數量真的太多了 好 這裡直接哥德威隊突圍 用軍事數量的壓制 反推了回去 但波斯戰象還沒遇到 但對手這時候突然打出了GG 這場比賽結束得有點突然 感覺哥德威隊這波衝出去 打得還算不錯 但分數差距有點大 當然哥德這邊的分數 算是領先的 149吋的經濟資源 但前方的波斯戰象 一直沒有機會可以去點下 這個疾病的升級 但感覺用重裝長相兵數量一多 還是有機會拿得下這坨兵力的 感覺投降是有點偏早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波斯人拿到 5萬2的資源 贏了大概快6000資源 軍事方面則是哥德人 輸了非常多 0.5對1.86 這場比賽我覺得比較有看點的是 波斯在城堡時代 升埃斯蘭戰術這件事情 然後再接續地龍時代 波斯戰下的潛壓 算是一個一系列的打法 在實戰中的運用 還算是蠻不錯的一個成果 哥德這邊是蠻尷尬的 遇到馬功又是戰象的情況下 確實能解的方法 就是比較少一點點 但我覺得還是老話一句 看到波斯戰象 三驢就是給他按好按滿 按到底 能招多少就招多少 甚至連擊兵都不用升 直接招掉所有的大象 反正波斯沒有一端邪說 再用戰馬兵去解他的馬功跟火槍 也算是綽綽有餘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